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就你来看房,不要讲伯爵 大家好,我是Victor 今天我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我今天要带你介绍一个超美超美超豪华我超爱的一个 星山市中心的一个高级公寓 而且我相信不讲你不说,一说吓死你 这个公寓我相信虽然有可能你不知道是在哪里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因为它的外形非常非常的美 今天我们来到了Setya Sky 88 我相信如果你在有驾车,在星山市中心走过的话 多多少少你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个建筑 因为它的外形真的是太过太过耀眼了 它的外形总共是有三个Tower Tower A,Tower B,Tower C 它的外形就是白色,配一点蓝色 它下面有个88的字 我华人都很喜欢,叫Sky 88 今天我们就带你们来看这边的Show Unit 还有它的Action Unit 它是建好了的一个Condor 然后是Free Hold的,就在星山市中心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 所以如果有在收看有外国人的朋友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Lobank给你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星山市中心比较高级的公寓 你想要它的Facility很美,外形很美 又在星山市中心又很方便 靠近Custom,又有一个比较Privacy跟Security 又比较高大Luxury的Filling的Condor 这样Sky 88很适合你 因为它的Facility不是随随便便做的 不过当然啦,我们也会介绍它的Facility 不过我今天现在带你来看的是它的Action Unit 跟Show Unit 不过我们之前去看Unit的时候 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它这边怎样的高级法 怎样的高级法 OK,很多Condor 他们为了可能赚钱还是什么 它会把Density弄的比较高 这样这边的Density是很低的 而且它这边的那个Common Area做得很好 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在它的Lift Lobby 通常啦,我们讲一个Apartment 一个Condor 它会有几家Lift 三个咯,四个都很多了,对不对? 我们这边有6架 5加1 OK,我们这边有6架Lift OK,给你看 1架 2架 3架 4架 里面有一个Bomba Lift 然后这边还有一架 给大家来看这个 来,给大家看这个 啊,你看啊 这个是Satia Sky 88 我们在36楼TowerC Nube 应该Nube 不是Nube 应该都Nube 所以你看这边有6架Lift 1,2,3,4,5,6,有6架Lift 6架Lift 然后一层只有8个单位 罢了 OK,6架Lift 8个单位,而且有两个Emergency Staycase Escalator Emergency的Staycase 所以这边它的设计是设计到很好的 OK,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你住在Kontor会觉得很BIT啊 Lift不够用啊 这边Lift超多 6架 而且它6架不是12个Unit 是15个Unit 它是8个Unit 8个Unit 用6架Lift 很够很够的 而且你看它的空间 看到吗?它的空间 看到吗? 它的空间 你看它的Lift Lift Lobby 坐得很宽 我是176啦 176啦 看起来很矮 不过我是176啊 你看它的空间很大的 所以你看它的空间超大 OK,所以 它这边是做到很高级的一个Feeling 所以它不只是Lift Lobby 你看它的Corridor Corridor也是做很大的 你看我手这样子 还动不到了 OK 所以它这边真的是会比较Luxary的Feeling Corridor很宽很高 两边它都有这个Window 它都有Window 一层只有8个Unit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Development 我觉得是很有良心的啦 做到很舒服啦 住在这边我会觉得很舒服啦 所以我现在带你们看的 就是先带你们看一个一家一房 一家一房的Show House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一家一房的Show House 它的Buildout是721sqft 721sqft 一家一房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两房 不过它是一家一房 OK 721sqft 721sqft 很多人会觉得很小 OK,我们进去看小不小 每个Unit都有这个Digital Door Lock 所以用你的卡就可以进了 OK 哇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超喜欢它的格局 为什么啊 我一点一点跟你解释哈 OK 我们一进来 第一个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它的天花是非常的高的 天花是非常的高的 强调多一次我176啊 天花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你住在这边 虽然是condo 但是你不会有一点的压迫感 OK 然后它的地砖哈 基本上啦 地砖 你看到condo有很多是用普通的地砖 那它这边用的是大理石 它是用marble flooring的地砖 所以整个很高级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的condo布置成高级的感觉 基本上你放一些家具下去 就整个class就起来了 不像有一些假设比较普通的condo 你要布置的话 诶 我的家具啊 装修买得很美 可是我的地砖是很丑的 啊 这样就 没有意义了 对吗 这样这边已经给你大理石了 你这样装修一下就很美了 OK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kitchen area 我们的kitchen area 这个L shape的cabinet 是送给你的 所以你看一个很很实用的一个 kitchen的一个空间 很实用 你一进来 就是你的kitchen了 而且你不是对住你的kitchen 有些condo是一进门对住kitchen的 像有时他们风水不喜欢 OK 所以一进来是一个L shape的kitchen 那外面这边呢 就有一个yard area 通常像721sqft这样 他们有些格局设计到没有yard area 有些人就不喜欢 因为不同风嘛 好像你的洗衣机也不懂放哪里 所以他这边yard area 就可以给你放洗衣机 做一个store room 而且你这边也是有很好的通风 很好的通风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condo 大部分的condo都是没有store room的 大部分condo是没有store room的 所以一个service balcony 或者我们叫yard area 其实是很有它的一个practicality 在里面的 很实际的 OK 那么一进来这边呢 这边外面就是一个plus 1的room 这样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讲2 bay的 有时候会讲1 plus 1 其实我们的定义 我们在property里面的定义就是 只要是plus 1 就是讲实际上来讲他只可以放下单人床 我们就叫plus 1 如果还可以放双人床的话 我们就叫一个1的full bedroom 所以这个是plus 1 就是一间大房间一间小房间 OK 这个小房间的话基本上你看 还有给你衣橱 当然这个是show house 衣橱原装是没有 但是你看我放了衣橱 我放了一个study table 给你做工还是什么的东西 我再放一个单人床 都还是有空间的 都还是有空间的 OK 然后我这边也是有很美很美的view 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边你看我这边是看到新加坡view的 新加坡view 还有JB的city centerview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plus 1 bedroom plus 1 bedroom 你可能会觉得很小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其实房间是拿来休息而已的 你问我这个房间大吗 honestly不大 但是你问我这个房间够用吗 我啦 我是觉得够用的 我是觉得够用的 像假设你在 有在新加坡做工做工过的朋友 就知道 其实这样的房间 你在新加坡租也不少钱 OK 那我们现在讲的最exciting的地方 就是它的common area 就是你看厨房下面 这个是我们dining area ok 我必须要活动一下 你才感觉到它这边有多大 OK 所以我176 所以我的臂展也是差不多176 所以你看它这样大 两个 OK 很少condo啦 会做到这样宽的 它的这个common area 会做到这样宽 因为它真的是很宽 它真的是很宽 721sqft而已 它利用空间到很好 所以它这个设计的概念就是 你睡觉的时候 你就在房间好好休息 没有睡觉的时候 你就善用你的common area 善用你的common area 所以你看它这边的电视机 sofa你看 它的距离也是很远的 不像有些condo 假设因为它小啊 它为了做小的话 它的距离很靠近 好 有些电视要这样子看的 好没有啦 你看这边 哇很远的很远的很远的 OK 所以它这边给你的空间是很足够的 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边的格局设计 你看哦 它给你它这个虽然是没有表可利的 但是你看它给你的采光是很大的 很大幅很大幅的采光 基本上是full的采光 基本上是full的采光 像这个叻 它可以给你很好的透光跟通风 很好的透光跟通风 所以你家里的采光很好 你整个住起来比较舒服 因为我们住condo其实 采光跟通风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会住到不舒服 你会住到不舒服 但它这边有个很特别 就是它不是每一层楼都有belcony的 它只有限制的楼层有belcony而已 这样它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呢 这是因为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人性化 为什么 因为Satia Sky at the 8 它其实是一个 multiple award winning的一个project来的 它的外形很美 它整体设计很美 facility luxury 做到很好 overall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其实赢过很多奖项 那么如果一个 如果一个project 它每一层有belcony的话 它就会影响你这个condo的一个外形设计 对吧 很多人会在外面晒衣服啊 放这个放那个 外面看到就不是那么的好看 这样它这个设计很好 因为它有特定的楼层才有belcony 所以喜欢belcony的人 你在这边也可以买到unit 而且大部分人通常都不会利用到那个belcony 但是那个belcony you have to pay for it 你要还那个钱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边设计很好啦 真的是很聪明 它就提供有限的belcony 所以喜欢belcony的人可以用 不喜欢belcony的人也可以买 比较便宜也可以买 而且它又可以维持它整体的这个外观 所以它是一家一房间就一个厕所 这边就是我们的厕所 所以你看它厕所也是蛮大的蛮宽的 然后它这边也是一个分隔的地方 然后帮你冲凉 蛮宽的 然后采光也是ok 蛮宽的啦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咯 主人房 主人房 放一个衣橱 也是ok啦 一个衣橱 一个双人床 然后也是这样 然后它这边给你的采光也是很好 也是给你很大幅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玻璃采光 窜口的采光 所以真的是做得很舒适 很舒适 这样的咧 我这样的这个这个户型啊 one plus one bedroom 或者two bedroom 其实我觉得是蛮适合就是 young couple young couple 或者是small family 如果你是刚刚要starting out a family 你要住在CIQ 因为方便你在市中心做工 或者是方便你到处跑 又或者是你在新加坡做工 其实在这边是很适合的 因为你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你做工回来很累了 你太大的空间啊 你要去打理整个家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这样一个condo 这样一个平面 你放一个扫地机器人 让他帮你跑啊 他就可以帮你 打理了你的家嘛 对不对 你住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不会太大的负担 facility也很luxury 整个都做到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young couple 或者是 就是一个retirement couple 也是ok 或者是small small family 假设你只有一个孩子 其实你可以住主人房 然后孩子就住这个外面的single bed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户型是 对我来讲啊 我觉得是蛮ideal的 ok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空的 因为我们看了show show show unit 我先去看空的 我们看一下空的啊 就在就在隔壁吧 来我们去看一下空的 ok so 忘记提哦 他外面一进来啊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foyer的area 一个这样的玄关处 这个玄关处呢 你是可以放你的鞋架 或者是如果你要做grill的话 你是可以跟management申请 外面做一个grill的啦 ok 外面申请做一个grill ok so一进来一样啦 好 我带你们看的现在是一个 actual unit actual handover unit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呢 基本上这边 呃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的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的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的 还有外面的这个啊 washer dryer ok 叫area的这个washer dryer 冰厨 所以都是有的 对我来讲 我觉得其实 你买这样的一个unit啊 基本上你不需要买太多的家具 电器悄悄打打 其实不需要 好 然后房间 ok他连厨都给了你 他连厨都给了你 我给你看一下他厨 还蛮大的 蛮大的 啊 出都给了你 还蛮大的 然后啊 Aircon也是有的 Aircon Aircon也是有的 而且他也会给你窗口的采光 他会给你窗口的采光 虽然是小房间 他会给你窗口的采光 而且空间我是觉得蛮大的 你其实硬硬 你要放一个双人床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只是 没有必要啦 没有必要 ok so原装 你看原装很高的 他的sing height 是很高的 原装的sing height 非常的高 然后他有这个 也是一样咯 大理石的地砖 所以这边就是你的这个 Dining Area Aircon也是给了你的 然后这边是你的 Living Area 咯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是没有开灯的 我们是没有开灯的 但是你看他采光很好 他采光 而且今天外面是下雨啦 外面是下雨天 哦 所以采光也是不错的 采光也是不错的 采光也是不错的 而且哦 哇 你看哦 你给他看一下 他这边的线哦 哇 拉很多 所以你装灯啊 装风扇啊 基本上你 你不需要再太过悄悄打打了 不需要太过悄悄打打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厕所啦 给人去看一下 厕所也是Mostly done了的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咯 主人房也是一样 你看他的衣橱 给你比较大个的 都是做好给你的 主人床衣橱做好给你的 然后Aircon Aircon也是做好的 哦 所以房间 两个房间跟客厅都会有Aircon 然后衣橱也是有 厨房基本上都做完了 厕所也做完了 基本上 你只要是买床 买sofa进来 就可以住了 装灯装风扇啊 这种很容易的 拆光也很好 拆光也很好 然后没有belcony 我也不需要去花心思去打理 如果有喜欢有belcony的也是有啦 不过单位剩不多了 有belcony的单位不多 不过还是有的 可以联系我们啦 如果是 然后他这边有不同的户型 1加1 2房 3房 Penthouse都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Setya Sky88的话 或者是有兴趣 所以这个户型的话 欢迎来联系我们 欢迎来联系我们 OK 这个project就在Setya Sky88 CIQ area 然后这边呢 是有shutter bus送你到 那个CIQ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做工的 又或者是你是在 你来这边退休 只是有熟鸟进出新加坡 其实这边也是很方便的 而且这边你走路啊 你走路啊 你走路啊 就可以吃到很多东西了 这边附近有很好吃的泰国餐啊 南拉亚啊 海鲜啊 马来餐厅啊 炭马啊 呃 那个叫什么 呃 火爆锅 火爆锅 然后他这边有个很好吃的那个 荷牛料理 阿瓦Q 很好吃的那个小辣庄 很多好吃的东西都在这边啊 走路就可以吃到了 然后这边附近也是有很多那种convenient shop 所以这边生活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 OK 所以今天呢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OK 这个是个1加1的户型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啊 我提醒多一次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 OK 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OK 对CIQ的Quando或者Sky ADA 有兴趣的话 马上点击下方链接 打给我们 跟我们了解更多 OK 我是Victor 欢迎收看Jone来看方 谢谢大家